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认真的林琦听从教练指示 正在为出国打工做好体能准备 小时候因意外脑震荡加上病毒感染 让她成为重度听障者 透过母亲的支持与她的乐观 她不畏惧从此静默的世界 不应限制退缩勇于尝试各种活动 我会让她去尝试 那当然就是说她尝试一些冒险的事情的时候 我会很担心 她自己有她自己的想法 还有她自己独立的一面 所以我就很放心的让她出去 喜欢多方尝试新奇事物与结交各国朋友 林琦不仅常常一个人独自出国旅行 学习日文当过平面模特儿 甚至是冲浪都难不倒她 但最近她感到困难的是 日常生活中与人群沟通的问题 她在读国中的时候 她自己就会有自卑感 她就会问我说 为什么她会听不到 我会跟她解释说 因为你生病 然后才会变成这样子 那不是说你生下来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会请她说你不要自卑 然后你要勇敢一点 真正听见心理自我的声音 并且去实现 虽然人生的道路上多了一项艰巨的挑战 但她却迎向挑战充实自己 现在林琦的突破还在进行试 未来她还会继续尝试 电视机前的家长 不知道您的孩子 现在都玩些什么玩具呢 很多小朋友 现在可能都是以科技产品 或者是电玩为主吧 一些古老的童玩反而没落了 但有一群童玩老师傅 他们依旧坚持 希望可以让童玩不要消失 一群不放弃台湾最传统 手工童玩的老师傅们 存有坚持的心没有人知道 不怕坚信默默地付出 让我们童年一起成长的宝物 依然保存在我们心中 以前的东西我完全都没钱了 现在的孩子都玩电 刚才我也说了 都玩电 玩到早上的眼睛就会害怕了 是不是 我这真是说 我以前刚才玩眼睛 你说我现在我的眼睛也很好 穿尖我也穿得过 所以我这尽量对这个环境 一直研究说 这要做到让孩子 其实我们很可惜是 在现在的可能七年级八年级 对这个东西是很陌生的 现在可能只剩下电脑 或者比较数位的东西 比较科技的东西 那以前早期拖鲁还可以自己做 自己用刀子这样子挖 自己这样子坑 那其实在现在整个 因为科技的关系 因为时代眼睛的关系 不得不演变成这样子 包括我们的小孩子 现在也都不玩这个 他也不太会打 经常在他们口中听到 快做不下去了 就快要消失了 但他们还是不放弃的心 坚持地把它保存下来 为了什么 只为了大家 或许您的身边 也有值得记录的记忆 或是人物故事 欢迎您拍摄下来 上传到PIPPO 与更多人分享 我们下次见